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全球的志願 給你多感情 不走開 不走開 我們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們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們這也都很厲害 真的有得很髒 人家像吃到麻糬這樣丟著 要做得更開心 不做得更好 我心臟不好 做一個健康 做成功的話 就有持久感 如果你們像那個大公公 我都每天破 六天黑心 她是處女座的人 她本身要求就比較完美 手好心切 為完美之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更進台灣新美麗 我是大清 我是美蘭 我剛才聽到說要求完美 這個美是什麼 其實大家有很多的詮釋 有人說自然就是美 有人說認真工作的時候最美 不過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幾個菩薩真的都很美 對啊 首先我們就要來介紹的是 這個環保志工 你看寶寶山 對 無論是這個 頭 浮天還是大在頭 他們一樣都這樣在街頭行為 當作是修行的道中 尤其我們看到有很多老菩薩 這個手 雖然可能歷境了滄桑 有很多的厚厚的繭 但是我們卻覺得 他們的雙手卻是最美的 講到這個做環保 這個雙手最美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鏡頭 拉到台東 帶大家來看一下兩位菩薩 那首先我們要看的是 黃美老菩薩 做得對 對 做得對 這個很好笑 這裡有快樂嗎 有喔 做得到就好了 做二十多年 什麼快樂 阿婆呢 心情好 這樣 救得救啦 要記笑啦 無論是晴天或雨天 白天或晚上 總是會看到環保志工 黃美阿嬤 騎著她的老機車 載著大包小包 穿梭在台東的大街小巷 我來載環保了啦 哇 這麼多喔 對喔 還補得這麼好色 蘇節啦 這些蘇節太好 都留一個點在給我載 乾坤啦 對 乾坤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我看就好 對 我跟她說 我看就好 謝謝 二十二年來 她就是這樣到處在回收 只要人家一通電話 馬上就到 有啊 10天後來 10天後來啊 對 10天後來 環保就是一直去 很認真地去 一家如果是去我們家 一家就想說 我已經回家再環保了 她就是說 環保都在地上 對 對 所以我們頭上也怕 路上也怕 路上也怕 所以那個人 真的 是找不到幾個 所以我都說 叫她媽媽 給她 一間幫她摘 妳怎麼收拾 沒有啊 我沒有收拾 那怎麼會回去 點點啊 人家還在睡 不要說話啊 七十三歲的她 做環保 親近的大地 也讓心情 擁保年輕 因為孫婦 叫世界 也只有叫我們台灣而已 大家都緊張 所以 新年以後 這個 叫多少人 所以我們越做越開心 對啊 而且伸手俐落 從來不曾退却 堅持付出 沒有啦 風太大了 這個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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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太大了 怎麼會有的 風太大了 我幾年 我幾年 二十多年 還在做 還沒危險 還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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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你看舒服 看怎麼做 這樣就好 就可以回家 後 風太大了 走了 看阿嬤一路戴著墨鏡 可不是因為漂亮 而是因為剛凍完 擺內障手術兩個月 這回縮的 不用買 好不買 這樣好嗎 有水嗎 有耶 回縮的 回縮的啦 休息 會有利用 我們就幫他用了 雖然醫生 交代要多休息 不要曬太陽 但阿嬤哪裡閒得住 我已經兩個月了 也是要做 沒有很多人 這個環保的客戶 會再撩一撩一撩 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就 比較輕的 就幫他載 比較輕的就幫他載 但是 早上我夾在頭前 不要緊 加油 一起來 來 搬上環保車的回收戶 只是阿嬤一天 再回來的量 要不是因為眼睛開刀 還更多 而這一群 加起來超過三百歲的 環保老胡薩們 全年不打烊 加油 來 加油 天天都在守護大便 而且月見也溫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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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環保長 好像一個大家庭 對啦 就出來做孫子 大家都很好 大家都很照顧 都很幸福 我今天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沒破 有啊 沒破 我現在在破 你看 這旁邊都破了 我都把它填 填 自己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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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對環保的堅持 從來沒改變 其實是因為二十二年前 第一個孫子出生的時候 脖子受傷 轉院到花蓮慈濟醫院 住院十八天當中 他看到醫師細心的治療 以及志工耐心的陪伴 出院後 還讓他們分期付款 繳交醫藥費 而深受感動 像黃妹阿嬤這樣 都是你我身邊 在平凡不過的人 但她用雙手 守護這一塊大地 善用生命的良能 相信也是現代年輕人的 最佳典份 你這麼等我 我黏著來 謝謝 我們看到老婆 你看上後面又交代 大家的攝影師 麻煩你再稍微等一等 不然你落地 我可能卡手比較慢 所以剛才我們剛才看到 阿嬤其實真的很虔誠 因為孫已經看病 在花蓮子的病 他看病的時候 沒有錢還可以分期付款 看到我們的醫生 護士和志工 大家對這麼好 他說 不然我發完 來替醫師傅做 來當地做好事 阿嬤就讓我們感受 以前我們有遇過一句話 說受人點滴當拱權以報 所以阿嬤開始發這個好館 做宣布 都到家庭街上笑 好像去吃一樣 可以放著這個賞福這樣的一個時間 自己這樣 都要做很多的事情 其實阿嬤這樣堅持 不只是他的生死開始臨動 甚至他的家庭 隔壁 現在都自己做寬佈志工 所以你看 阿嬤這麼可愛 他在做 每個地他在做 其實這種故事還很多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寬佈 我們檢視上的故事 天還沒亮 當眾人還在睡夢中 73歲的簡蒼明 已經來到環保站 開始整理起環保站內外的環境 師傅現在幾點啊 是人是 就像環保站的管理員 幾乎每天都是第一個到 簡蒼明從民國77年 開始做環保以來 就沒中斷過 看他掃地掃得氣喘濕濕 卻還是不願意停下來 除了心臟不好之外 簡蒼明在民國81年 還被醫師宣判罹患鼻炎癌 生命只剩下三個月 或許是因為覺得時間所剩不多 所以他每天堅持做環保 沒想到就這樣過了二十多年 現在 一百零三嘛 這一類八十一年 就二十二年了吧 該做的時間就做 一做一鏡坑 做環保之外 簡蒼明還發揮藝術天分 為了台東地區的慈濕歲末祝福 獨自承擔起製作大白牛的重任 大白牛車在法華經裡 是行菩薩道接引眾生的工具 傳承佛陀願力 立行世間法 大白牛更象徵不畏苦 勇於承擔的精神 你那麼有耐力 你也很有耐力啊 清晨三點多起床 先到環保站五點多 回來就開始上工製作 做到下午五點 每天超過八小時 先用鐵絲圈出輪廓 還要以較粗的鐵線加強 然後第一層貼上鐵皮 第二層再加上紙板 最後還要補土 對照圖片 算好尺寸 這可是模擬真實牛之大小 所製作的大白牛 師兄他本來還沒以為說 只要做一個創意牛 但是因為我們有說 上人長的大白牛 是它能夠可以運載很多 可以度很多的人的 所以師兄後來就是 我們去看了越高台的牛之後 他就把它做一個比較壯碩的牛 即使要彎著身軀 爬進爬出 手伸 脖子更伸 但簡昌明可一點都不以為苦 有什麼好講的做就對了 你就弄髒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後悔接這個任務 不會啊 很榮幸啊 沒有拯救他 這個師兄他很負責任 因為他當時答應我們 要做這頭牛的時候 我們全部的人都歡呼 因為沒有想到 我們可以有一個師兄 用自己這樣徒手 就可以把一隻牛做出來 很感動 我這邊很辛苦 不要不要哭啦 用心就是專業 花了45天做出來的大白牛 簡昌明謙虛的只打了59分 但他這份使命必達的精神 也就如法華經中 大白牛的堅毅與韌力 我們這個全台灣 或者世界各地 有很多的環保志工 他們同樣都是這樣的一份精神 就是要當這個大地的園丁 守護我們這一片的這個土地 所以上人也曾經說過 我們能夠奉獻時間的人 是精進 那能夠奉獻金錢的是福報 那如果能夠奉獻毅力的人 則是智慧 那的確我們在很多的這一群菩薩 在季竿和新雄我們都看到 他們三者都具備了 是啊 看到這些志工 他們的身影怎麼被留下來 當然就要看我們的人文真善悲了 我會陪你 多疼意料 聽你說少年的時候 你有外交 吃好吃賣 沒嫁夠 我天我地 也不會笑 你的手 我會把你賺掉掉 因為我是你的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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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青春嫁在你人 我女少年對你為了 是啊 其實歡迎來到我們 智慧人文的單元 那其實前面的這段影片 在看跟聽的時候 我們都很有感覺 那裡面有幾個元素 幾張老照片 幾顆藥 然後還有幾個單子 那其實這些單子非常有意義 那故事裡的主角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是 我們趕快歡迎 來自台南的吳沛傑師姐 謝謝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愛台的觀眾大家好 就 我們剛才有提到 那您要不要先告訴我們一下 說照片裡 我們有看到好像您 這個年輕的時候 那還有一位師兄 兩個小朋友 其實我們的家庭很簡單 那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為了想說讓家庭能夠更 經濟能夠過得更好一點 那我們就是說 小孩子小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做事業上的一個打拼 那沒想到就是在96年的時候 就是先生就生了一場很奇怪的病 然後就是被診斷出是肝衰竭 腎衰竭 然後還有肺衰竭 他出院的證明是這樣寫 那當時其實在那個當下 我也很難相信說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而且那時候他好像 好幾度被發這個病危通知的 對不對 對 就醫生就突然就跟我講說 叫我要有行李準備 對 然後就叫我簽了這個病危通知書 太年輕了 然後事情來得太突然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可想而知 因為那紙條上面寫的 除了病危通知還有幾個 這一點是什麼情況下留下的字句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奇妙 他在照理說一般肝衰竭 都已經是昏迷的現象 可是他沒有 他並沒有昏迷的現象 可是就是一直器官一直衰竭 在全身擦滿管的狀態之下 他有很多想要表達的 然後就只能用血的 所以是在家戶病房裡面 被隔離的家戶病房裡面 被隔離的家戶病房裡面 寫這些紙條 讓我們能夠跟他勾頭 是 那後來那個時候就是這麼的危機 那你有曾經發了什麼樣的怨 或者做了什麼事情嗎 其實那時候我大概有兩個禮拜 都是在家戶病房的家屬休息室 在外面那邊等待 就是怕隨時有任何狀況 需要被通知 那那時候 其實我就是在外面一直念佛 那祈求觀世音菩薩 能夠幫助我們走過這個難關 那時候我就有發願說 如果說可以讓我們路過這個難關的話 我們願意就是回饋社會 所以那時候就找到慈祭嗎 那時候沒有 其實那時候是茫然的 我們只是想說 要為社會做了什麼事情 那如何找到的呢 剛好我們就是看電視 那時候大愛台 就剛好在播一位師兄的故事 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覺得很莊嚴然後也很美 然後就是很正派 就感覺就是很正派 那一直是我想 而且這樣子的 接觸這樣的團體 我們應該也會 就是改變我們自己 剛好慈祭國小 姻緣也很好 慈祭國中 國小 就在我們台南市 那我們就是去人文市 然後自己去報名 自己報到就對了 對 報到 把這個姻緣把它拉起來了 我們透過影片 來看看師姐這段慈祭姻緣 仔細地觀察現場活動彩排 了解動線 確認走跪 吳佩傑只想用手上的相機 抓住每個瞬間 短短一個半小時的活動 也得按上幾百四塊門 就是不想露出掉任何精彩畫面 大概是上百張有 對 回去只能挑一張或兩張 比如說她剛拿牌子上來 你就是要帶到現場的地點 就是交代他們是在哪邊 然後再拍他們進場的活動 準備好了嗎 孫姊就是說 活動的這一天是禮拜五 應該是要上班的日子 像吳佩傑這樣才四十多歲左右的年紀 正是努力為生活打拼的時候 怎麼會出現在離家幾百公里遠的花蓮 跟著大隊人馬投入做紀錄呢 因為大家都是在上班 那因為我的時間可能比較靈活運用 所以就想說好 那就是跟著回來 想說這是只有一次嘛 那我回去就是時間 再把它緊湊一點 就是盡量的完成工作 說的可輕鬆了 但其實身為藥商的她 年底到了賬款還沒收 許多事情還等著她親自處理 但她還是努力挪出四天的時間 因為她自己不開公司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是很忙的 那她每次要要出班 有時候都是要特別把公司的事情放下 挪出很多的時間 現在的吳佩傑是個成功的藥商 也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 但原本的她只是個小會計 月領一萬八 結婚後因為經濟壓力越來越大 加上先生的鼓勵她開始接觸藥品業務的工作 一開始對藥什麼都不懂 然後包括對市場完全是零 我們就是一個會計的一個人員 突然要跑市場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那種無形的壓力 當然業績的壓力就佔很大的部分 那所以一開始一個月可能領個三千塊 這樣子維持有半年的時間 那半年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辦法說 再繼續下去 萬事起頭難一個月領三千 這還沒扣掉油錢 跑業務被醫師 藥師趕出來 更是家常便飯 一開始我都是騎摩托車 就是沒有車嘛 那就是我負責去就是 那個整個台南縣市 然後不管就是很熱也是一樣 然後很冷 因為我也很怕冷 所以我都是穿很厚 然後就一樣這樣騎摩托車 那時候我阿嬤就很不舒服 就很肝 然後我說 有事請我去 不是 吳佩傑的辛苦家人都知道 也好在有家人的支持 他才能度過那段煎熬的時間 早後 早就早不早 早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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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人知道 人家不成功 這麼容易 不用肉要去吃 最辛苦的就是 小孩拿幼稚園在躺 那段时间都 真的都带在麦当好 他自己都不感谢 然后买一个鸡筷 让小孩回家 他去那里去去去走 做任何事情的部分 我都会问说 别人可以 那我一定是 我也 我自己也可以 那我相信 我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都会用 这样的一个理念 告诉我自己 会有如此坚毅的个性 除了因为自己 是家中长女之外 从小爸妈对她的关注 也特别多 我的状况比较特殊 是因为我从小出生 就是有天天上 有那种突出的缺陷 所以我妈妈 那时候又很辛苦 我的状况很严重 我是整个善恶都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 小学的时候 我的那种说话 是完全人家听不清楚 从出生四十天 就开始开刀 历经十几次 手术的销补 现在看起来 就和一般人没两样 以为所有的辛苦 都过去了 公司也慢慢上轨道 但在民国96年 没想到老天爷 又和夫妻俩 开了个大玩笑 我先生那时候 就突然又生了 一场很大的病 那医生都找不出 任何的原因 就一个发烧 然后接着转变到肺 那个肝指数到一万零八 隔一天 医生就说 叫我剪那个 那个病危同质数 其实我那时候 我没有办法相信 因为我还很年轻 突然的状况 让乱了头绪的吴佩洁 开始四处求神问补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 先生奇迹似的好转 清醒后 他告诉吴佩洁 住在家户病房 这一段日子 他暗自发愿 如果身体可以恢复健康 一定要为社会 多做善事 我要做的话 我现在有一个 正性的那种宗教 我才觉得 我可以完全地放心 这样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看大爱台 这些观念都是很正确的 然后而且感觉 这样的一个团体很美 那我就是有想要向往 想要去说 那我投入这个团体 我应该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孩子还小 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照顾 所以两人就协调 工作时间比较弹性的 吴佩洁先投入 而本身爱拍照 又会每边设计 因此吴佩洁也决定 选择了人文真善美团队 家业 自业 然后做到三斤半夜 就好像在讲我的心声 我想很多的时候 回忆起自己的故事 跟这个人生的 曾经走过的路 真的是那种各种的滋味 冷暖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师姐的毅力 师姐 您在做事情的时候 时事求是 那自己回味往事 从画面上历历在目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心境上那种复杂的转折 看了影片觉得就是 回想这一路走来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姻缘 就是都会把它生埋在心里面 那就是这一路走来 就真的觉得蛮辛苦的 那其实辛苦的代价都是 就是为了孩子 那为了这个家庭 那我们两个就是夫妻让付出 为了说能够让整个家庭 那种下孩子的教育 能够受到比较好的一个层面 就是尽量在经济上面去打拼 但是您这个做事不只是要求完美 而且事事尽心这样的一个 这个做事态度 据说你第一笔的这个生意 就是卖那个贴布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 这么贵的嘛 是是是 据说一般的人都是介绍到 这有什么功效 但是您自己是身体力行 全部贴身上 对 因为其实一般业务进去 就是可能就是讲一讲 然后因为我会设想说 今天如果您是医生 我自己是医生的话 那那个医生可能不会听我们讲 如果你把手一堆 但是如果我就会去想说 我要什么样去吸引 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那种 那个吸引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会自己试贴了 这个药布在身上 那那个医生就会一开始问说 因为医生的本能就是会 会问患者说 你的是受伤啊 还是怎么了 然后就会有一开始 这样的一个聊天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子聊的当中 我们也会用我的这个产品 来跟医生交换 他现在用的 然后我也来贴看看 说我们两个的比较 那我们就从这两个 跟别家药厂 不一样的那个好的点 就是去比较 我们不要去批评 人家的缺点 就是说 看他我们自己的优点是在哪边 那别人的优点是在哪边 给医生做一个分析 刚才我们看影片里面说 几个个月都领两三千块 那段时间有多长 大概有半年 半年 对 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半年一个月两三千块 干脆不要多 来做办法更快 你以前做会计 又有一个月又有万多块 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过说 这条路我来换掉 其实当初会转做业务 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我那个老二 第二个小孩 他小时候大概在幼稚园的时候 常常生病 那都严重到需要住院 所以说就为了说 小孩子我能够比较弹性 而且时间上会比较能够 弹性运用 然后也能够就近照顾 就是可以比较方便 好照顾孩子 所以我才转换业务的跑道 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第二个选择 因为你做业务 说老实话也都是很忙 那你后来加入慈祭 结果是挑人文真善美来做 洗干嘛 好像都不仅很紧 对 因为其实人文真善美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他一开始的前置作业 就是要安排或者是说 讨论要怎么做记录的时间 那包括活动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活动是从头跟到尾 那所以可能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还必须要做 就是资料的整理 然后包括照片 或者是影带的剪辑 那文字就是要赶快写文稿 所以后面后端的时间 需要花的时间也很长 那你就把这个在拼工作的精神 运用在人文真善美里头 对 也是同样 精灵精符合那一句 用心就是专业 你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其实一直想说 别人做得到的 我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精神支持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上人一直教我们说 用心就是专业 那其实在那个当下 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心念 就是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师兄师姐的故事 给能够用这样 我是因为这样的故事 感动到我 那我也希望我能够将 将师兄师姐的这样的故事 能够化成那种影片 或者是影带 能够也能够去影响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这个影响 我想是很深远 因为录下来 或是拍下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可以回去看的历史 那一样 我们也透过 我们去录师姐的影片 把它变成历史 看看师姐的志维人文 今天要拍那个林秀英师姐 他是一个环保志工 你是来拍照 录影 其实是录影 对 我现在就是那个 不是二合 一合二 两栖动物 我是 海空都可以 海路都可以 录影你有学过 录影之前就是跟着这样子看 然后就有样学样 没样自己想 今天吴佩杰担任的角色 是摄影师 虽然摄影机加上脚架 都快比自己还高了 但记录生命的感动 让再专业的学习 都难不倒他 因为那个秀英师姐 她眼睛看不到 她等于是说 那个视力很差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 影片上面要呈现 她就是眼睛视力 是用摸索的 让那个惠仲 能够理解说 其实秀英师姐 她是男性男性 不过 通常先受到感动的 都是吴佩杰自己 看不 用摸的啊 用摸的啊 摸的准啊 对啊 因为刚才我是看到里面还有 插 插我们上完大号的卫生池 因为师姐她眼睛没有看到 那她还很认真地在里面 把吸管 一些吸管 一些回收物 把它找出来 所以刚才拍的时候 我会吓一跳 说为什么 就环境这么差 就 就觉得说 很不舍 今天出外景拍摄的团队 刚好都是女众 但这群娘子军 可是一点也不输人 不知道女人要当男人用吗 这时候就要当文字啊 至少有印象就有历史啊 我们当男的人文之上也都是很强的 对 我们都是世男的精英 惨了 这个要剪掉 不然我会变公平 人文真善美志工总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一点一滴记录下生命的足迹 以前刚弄完的时候会发抖 这样 然后现在已经变了那种感 手感已经OK了 那不然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回去那个手是这样抖 抖 所以是你们辛苦啊 他们辛苦啊 当然是环保志工辛苦 他们每天耶 每天都要在这边 做了十 而且还做了十几年 然后没有间断 台风啊 下雨都没有间断 但是他也是这样的 你看我早上做完 刚才好 是吗 好 好 要滚倒 虽然不配解 嘴上说回去就可以休息了 但哪里来的时间 还得赶着回去完成这支影片呢 做好了吗 还一杯我 常常是把档案抠出来 坐下来一起 看早上拍摄的影片 讨论该把什么画面剪辑进去 或是该删除哪个画面 四个人四张嘴 却从来不吵架 我们常常出班 那都很有默契 那其实看法还有 结果都会买一致 然后其实都会互相注重 我们是觉得还 就是这样子工作才会愉快 是啊 都有革命情感 我们是去拍 我们是去拍 个性眼景的吴佩杰 不论是在镜头掌握 人物的采访 或是转场的运用 他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最认真的是他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他 那个明明时间已经是见在悬上了 他也是为了那个完美 还是要把它做好 然后我都觉得 都已经时间快要到了 他怎么能够把握在那个最后一秒 可以完成 但是就是每次都可以完成 而且他的效果都很好 事情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完成 并不是因为前面偷懒 而是因为要求完美的吴佩杰 总是想做到最好再交出去 两个也是在游一下 还是不游一下 也是在做天亮 然后做到天亮 那个时候是一边度过 然后他就给我愧一下 好不好 我就跟他说好 其实都没有听进去 可以付出这么多时间做职工 当然得要家人的支持 而先生就是最重要的推手 洗衣 接送小孩的工作 都由他重接下来 人家说嘛 家人外之星嘛 因为当初我要进尸记 我也是不想鼓励他进去的 当然我们就在背后执行他 做尸记之后 然后就那个欲罢不能 然后就继续做下去 老师刚好说他愿意 这样子支持 原本脾气硬 个性降得无配结 走尸记菩萨道后 态度说话柔软了许多 夫妻俩感情也变得更好了 但先生最关心的 还是他的身体健康 其实我一直心里面都很感谢他 看到剪片的时候 那个时间说实在 会有一种不舍 照顾好自己的话 可以再有多的体力 再互助更多这样 本来想说他们是往那个动线 结果他们又赶走 他们是往大门口 这样 然后跑到前面来接他们 97年参加志工培训 就开始拿相机做记录 这两年更是抱着摄影机 脚架到处跑 还学习剪接后制 真善美志工的工作 不只是记录词记的历史 同时也让吴佩杰 看见了自己的成长 之前做业务的时候 常哭是因为是 觉得自己很委屈 为什么自己这么辛苦 然后还是得不到 觉得自己应该有的回报 觉得那是应该的 可是现在看到了 菩萨的身形 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 去效法的 就是说 他的哭是因为说 对这些菩萨很不舍 然后也会看到自己 觉得说自己也很幸福 老婆你都怎么处理 我也没处理 我跟手都拐的 开始做到处理 又继续做 对啊 又继续做 对啊 不用够了吗 不用啦 那我看不见了 那别人看不见 会怕 我也看不见了 时间的弹性 在你自己在运用的时候 我想你一定会格外跟 一般大家很正常来讲 会不一样 因为你要随时有弹性 所以时间那么宝贵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让自己很快速的 很专心的学一样东西 因为我想现场有两台 很截然不同的机器 这个跟各位 刺激人文针上面的入门 对这个大家 我们不讲哪个牌子嘛 就是很正常的一般的相机 傻瓜相机 傻瓜相机 拿来的起全自动 对不对 他傻瓜你聪明 是这样嘛 全自动 这个是你本来 本来 对 一开始就是拍家里的啊 好的那种家里用的那个相机 相机嘛 人家里有什么事就按一按嘛 就这样 所以你人文针赛呢 也是拿这个吗 一开始第一次出班的时候 是想要拿这一台出门 就想说反正就是拍照嘛 那我先生说没有 我好像看人家都是拿那种 比较专业的 装相机 所以呢 大台黑黑的 所以他就 就赶快 因为我已经要出 明天可能要出班了 他就赶快带我去买一台 就是比较专业的 单眼相机 我光看就好重啊 也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对对对 这个 这一台就是 换的时候就是一直用这一台拍 对对对 这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回营队的时候啊 然后本来是用那个初階版 对 那发现说那个就是拍的 对 不够用 是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你的单眼相机 下面还有座台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手把 因为它本身就是相机就很重 对 那人家会问说 其实装的这个更重啊 对对对 那因为我的手啊比较小 是 那比较小的时候 我可能是这边没有支撑点 如果要光靠这几针 这几只手指 用力在这 对用力在这边 我就是一开始出班的时候啊 到最后都是 触皮不错 对 会发抖 然后手会这样僵掉 所以我后来我就 加了这个手把 能够靠我们这边的 手部这里的 手背这里的力 来支撑 对 所以我都会这样 就是支撑的这一个点 对 理解 其实会拍照的朋友一定很清楚 下面那个手把是什么 它其实它是一个手持的手把 叫那个 还要自动马达 那装了那个东西之后 连拍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它换成直的时候 可以立刻直拍 对不对 它旁边还有一个按键 对 旁边还有一个按键 所以直的也可以 横的也可以 所以动作很方便 但是很重 对 很重 还蛮重 可是现在就是手感就有了 就是可以 全家都知道用衬的 对 那后来为什么还会 身兼摄影 然后又剪辑 对 因为社区就是 有人力上的需求 因为我们目前可能就是 摄影的人力比较少 对 那就是 很自然的就是被 被说那来录影好了 那因为我们自己 也有一台录影机 就是那时候是为了孩子 就是音乐班的时候 帮他做 拍下他的声音 对 帮他们做记录 那刚好家里有这样 就是有买录影机 然后就说那有录影机 就一起来出班 是 所以都是这样 先拍小孩拍家里 大家说不错 不然我参加一下 那越参加越多 而且他不是只有录影 他后面他有剪接吗 对 对 有剪 对 但应该前面都没碰过吧 会计跟这个做销售 应该不会去做剪接吧 完全没有想过 会做剪接的工作 所以一开始是不是会遇到 很多软体不太会 你都怎么克服这件事情 一开始就是 其实我们也实际也都会有 上一些基础的课程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再不会的话 我会买很多书 很多像拍照 像摄影拍照的书 还有录影的剪辑的书 我都会自己抬来看 然后如果真的在那个点 再不OK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打电话求救 他就赢了 对 我们很多 很热心的师兄 你只要一通电话 他就会跟你讲 那个销售在哪里 对 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压力 第二个是有师傅的功力 对 助力 对 是 不过这样子全心投入 那家人的支持就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师兄的支持 是 其实这段时间就是有他的支持 不然如果说像我们一般放 家里放着 工作放着 可能家人就会念 对 那其实像我妈妈 就很不舍得说这样子 身体不晓得能够承受不住 会有这样的担心 那其实像对小孩子 我们也是很抱歉 就是会觉得说 在这段时间没有去 没有陪到他们 对 所以先生的支持非常重要 但还是一样 非常担心你的身体 是 透过您的镜头 不管是照片 或者是录影 或者是剪接 你觉得把这些感人的菩萨 他们的画面留下来 那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感 就是我们其实在人文真上 美的使命感 就是将美善留下来 然后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种 那种价值的宣导 那再来就是说 对我们人性 人性 对 人性的一些善与美 的那种伸直在 希望这样子 能够伸直在每个人的心中 对 所以这个善与美 可以透过镜头我们留下来 胸皮留下来 他也可以去跟他讲 对 所以那我想今天这个 我们从开场到现在都很发喜 当然也充满了泪水 很多欢笑的泪水 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佩姐师姐 跟我们分享你人生重要的故事 那看你怎么做自己 感恩您哦 感恩